他是三国时期的大军师 可有人说他也是三国第一尖雄 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一座空城 当时他真的没有看出诸葛亮的计谋吗 他的逃跑到底暗藏了什么秘密 高平陵之变 他又是如何大致藏奸的呢 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我是幻知 说到尖雄这个称呼 估计您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 那不是报国安 就是这个陈建斌 曹操 对吧 因为三国演义里的那句 智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对曹操的评语这是太有名了 人尽皆知 不过呢 有学者认为啊 若论真实的历史上 三国里边其实有一个人比曹操 更奸更雄 更加符合奸雄这个称号谁啊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军师司马懿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话题了 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 先说他的家世 东汉时期 司马懿是河内郡的名门望族 司马懿的高祖司马军 是汉安帝时期的征锡将军 曾祖司马亮官任豫章太守 祖父司马骏官任颖川太守 到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房上 那更了不得了 官至洛阳的京兆尹 手握京师治安大权 注意了 正是这样的家世背景 为司马懿的出道 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曹操的父亲是什么 他养父叫宦官曹腾 所以曹操一直被人讥讽是 而坠烟已丑的后代 很小就这样 一直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 可不料想在他二十岁的年 天上突然掉下一大个儿的线饼 惊人举荐 曹操当上了洛阳北部卫 负责洛阳北城区的治安 虽说官不大 但好歹是进了官场了 谁举荐的呢 正是司马懿的父亲 时任洛阳经兆尹的司马房 那您说说 在那种备受歧视的环境之下 司马房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重要成员 能够不抱成见的举荐于他 曹操对司马房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感恩戴德呀 十分感激呀 对不对 更何况当曹操迎宪帝迁许都之后 司马房还做了一件事 让曹操对司马家族更为看重 那就是司马房让他的长子司马朗 率领他们在老家建立起来的亲族武装 正是加入了曹操的阵营 以上就是曹操格外看重司马家族的根源 也是司马懿出道的政治基础 当然据史料记载 司马房共有八个儿子 人称司马巴达 就是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达字 司马懿字重达嘛 老二 他哥哥一定叫伯达 查一下一定是的 那么这个曹操为什么会看重司马懿呢 这个原因就更简单了 史料当中只记载 司马懿少有旗帜 聪明而有大略 不仅博文强记 还勤修儒学 少年时已经文明和内了 那我们知道曹操虽然以奸雄著称 但是他的爱才之名 也是文明于天下的 听说司马懿的才名之后 派人照他到麾下认知 那司马懿应照了吗 没有 这个时候的司马懿 虽然还不能够称之为奸 但是他够华 首先 司马懿从小休息儒学 恪守礼教 在他看来 曹操歇天子以令诸侯 他不是人臣所为 所以呢 不屑于与之为伍 其次曹操为人 心狠手辣 而父亲和哥哥 已经在曹营之中了 如果再加上他 稍有不慎 那就一锅端了 所以他还不想出事 那么怎么办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有电视剧采用了一种说法 说司马懿啊 不惜假借车祸 让马车压断了自己的两条腿 从而躲过了曹操的征辟 但是呢 事实并不是这样 当时司马懿只是谎称自己得了封闭病 是严重的痛风啊 起居很困难 以这个理由 推掉了曹操的征兆 那么你可能要问了 曹操那么精明的人 司马懿一句得了病 就能蒙得了我吗 这个 其实曹操当时对司马懿来不来啊 没有太在意 因为他跟袁绍大战在即 根本没有心思过问司马懿怎么回事 不过 这一次虽然说司马懿侥幸的就逃脱了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躲过曹操的征兆 怎么呢 建安十三年 就是公元二零八年 曹操消灭了袁绍的主力 逼降荆州 成为汉朝丞相之后 他又想起司马懿了 而且这次曹操的征兆 没有给司马懿找理由推诿的机会 他是强制征兆 为什么呢 曹操有私心呢 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曹操晚年立世子 其实他对曹批曹植都不太满意 他最喜欢哪个儿子 幼子曹冲 曹冲成相的故事 你肯定知道啊 这个孩子不仅勤学聪明 而且思辨能力极强 所以曹操打算立曹冲为世子 那么这跟征兆司马懿有什么关系 因为曹操深知司马懿 胸怀韬略富有良毛 他想让司马懿当曹冲的老师 那结果怎么样呢 按说能够给将来的世子当老师 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呀 可是没想到司马懿还是婉拒 为什么 这就得说到司马懿见的话 当然了 也可以说他深谋远虑 就看你怎么用词 那么因为他认为曹操儿子众多 而将来局势晦暗不明 如果就这么着 冒冒失失的选一个战好队了 万一出了错 那前途尽毁了 你说他是不是够滑 不见兔子不撒婴 果然没过多久 曹冲啊因病夭折 曹操便命司马懿 和长子曹丕游楚交往 后来又安排他担任皇门侍郎 丞相东曹楚 丞相主部等官职 自此司马懿算是正式的进入官场了 不过曹操虽然知道司马懿很有才华 但是并不很信任他 而且熟悉三国的朋友也知道 曹操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多猜忌嘛 梦中杀人嘛 而且为人很刚愎自用 正因为如此 他没有采用司马懿的一个建言 从而错过了他一统天下的机会 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 那是建安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二一五年 曹操攻伐汉宫 当时司马懿就禁言说 属地人心未负 而刘备正与东吴争夺将领 如果沉兵汉中 属地就会震动不安 再派精兵威逼 属兵势必瓦解 若控制巴蜀则将动可下 如果放弃了这个机会 等刘备回军 那就再难取汉中了 可是对于司马懿的这个禁言 曹操没听进去 他说已经得了拢幼 还想要属地 这简直是人心不足 各位没错 这里有一个成语 得拢望属 就这么来的 曹操有生之年 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次机会 也就这样跟他擦肩而过了 那么司马懿 是什么时候得到曹操的信任的呢 建安21年 也就是公元216年 曹操进封魏王获赐九夕 以天子礼起居出入 并且定都叶城 这个时候曹操名义上还是汉臣 但实际上已经是皇帝了 这就引发了曹操阵营内部的分裂 比如说长期追随曹操的重臣 巡域司马房这些人 他们对自己是汉臣的这样一个观念 始终是不变的 因为曹操这么干 那等于就是谋逆 为此很多人跟曹操发生了冲突 随后不久呢 曹操变相逼死巡域 免去了司马房的实权 甚至大开杀戒 清理了所有拥汉派的大臣 而就在这种关键时刻 司马懿出手了 他公开支持曹操 你说他够奸华吧 你说不支持 那就要你的命啊 当然要支持 要不然的话就直接game over了 走人结束了 当然也可以说 他这是审时夺势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公开支持曹操呢 不仅可以拯救自己的家族 更重要的他的机会来了 曹操清理了那么多的拥汉派大臣 那些人站着位置的时候 没办法没有上升通道 这个时候正确人用啊 很快司马懿便被任命为 丞相司马 而随着曹操被封为魏王世子 凭借着早年跟曹操建立起的感情 建安二十四年 司马懿升任为世子中树子 正式辅佐曹操 至此呢 司马懿在曹氏阵营当中 正式站稳了脚跟 关于败走卖城 与司马懿有何关联 曹操继位之时面临严重威胁 司马懿如何力挽狂澜 潜伏魏赢数十年 司马懿又如何一战觉醒 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 将其位置经典行情 正在外面解密 上街说到 曹操进封魏王之后 曹魏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 司马懿沈士多士得到了信任 终于在曹氏阵营当中 站稳了脚跟 但实话说 尽管多年来 司马懿一直检验慎行 但曹操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他的猜忌 总觉得这个人很厉害 史书三国志就记载说 曹操觉察其有雄豪之志 又发现他有狼固之相 心中很是忌讳 所以多次提醒儿子曹丕 对司马懿既要用其才 又要嫁以防范 那么司马懿知不知道 曹操对他的态度呢 他那么聪明 当然知道 所以那些年 他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勤于指手 一直没给曹操任何抓把柄的机会 就这一点 有学者就认为 曹操的肩就不如司马懿 怎么呢 你想啊 曹操当年在董卓手下 阴忍了多久呢 才一两年就忍不住 拿着刀去杀人 想去刺杀董卓 刺杀不成被人发现 这最好就是顺势献刀 是不是 机会还没有把握住 而司马懿跟随曹操多少年 十多年 曹操这么尖的人 愣是没抓到 抓到他任何的把柄 这司马懿是不是更奸惑 当然了 要换个角度看的话 司马懿当时对曹操 也确实是尽忠指手 否则的话 这个关羽关云长 关二爷就不会败走麦城了 哎 这话怎么回事 怎么讲 建安二十四年 即公元二一九年 关羽关云长率大军包围 凡城水燕七军 抓了于晋 斩了庞德 打了曹操军 是全线溃退 一时之间 关羽威震中原 兵风直指许常 为了避关羽的锋芒啊 曹操一度准备迁都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司马懿及时劝阻曹操 他说呀 于晋虽然战败 但是对我们的整体实力 并没有太大的损伤 倘若迁都的话 不仅是让敌人示弱 更会使我方人心浮动啊 那么怎么样 才能够化解当前的危机呢 司马懿献祭 利用鼠吾之间的矛盾 联合东吾偷袭关羽 这次曹操听从了 司马懿的计策 果然 孙权派吕蒙吸取公安 从而导致关羽兵败身死 这是史实 从这点来说呢 关羽其实不是死在东吴之手 而应该说他是 间接的死在司马懿之手 由此可见 司马懿最大的才能是什么呢 那就是对行驶的把握 而且他更擅长于 利用行驶来转换行驶 当然 仅凭才华 司马懿还不可能踏上 通往人生巅峰的道路 最关键的是 在危机时刻 你得发挥特别的作用 建安二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二百二十年的正月 曹操带着毕生的遗憾 在洛阳去世 按说此时在都城夜城的 世子曹丕 继承魏以王之位 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真实的历史 并没有这么见 曹操去世之后 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曹张 动了心思了 率领军队赶到了洛阳 想拥兵自重 立这个曹植来继位 必须说 这个时候曹丕虽然身在夜城 可是处境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曹丕手上也就五六万兵 而曹张手上兵力至少三十万 冷兵器时代 双方的实力悬殊这太大了 曹张一旦兵电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夜城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 那么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危机时刻还得说司马懿 他向曹丕献策 一方面加强夜城的防御 一方面利用曹丕的生母变态后的权威 通知在洛阳的重臣贾奎等人 将曹操的棺木以及魏王的喜寿 送回夜城 同时派出使者火速赶往许昌 催促汉县帝对于曹丕 继魏王位予以确认 不久 汉县帝的诏书来了 宣布任命曹丕一位丞相 继承魏王爵 注意啊 关于曹丕继位这节 有电视剧说什么 司马懿让他的老婆张春华 把魏王喜寿偷偷的送回夜城 您别太当真 那是讲故事 或者说那些编故事呢 关键时刻真正管用的 还是汉县帝的诏书 那个时候名义上 汉县帝还是天下公主呢 您别看他是个傀儡皇帝 没他那个诏书啊 等于没有得到法理上的确认 你不合法 所以危机时刻 司马懿不仅为曹丕的成功继位 立下了哈马功劳 同时也化解了曹氏集团 内部分裂了一场危机 公元220年11月 曹丕啊 废除了汉县帝 登皇帝为盖国号大魏 定都洛阳 始成魏文帝 曹丕登基之后 追封他的父亲曹操为魏武帝 同时呢 封立了大功的司马懿 封赏 升迁之路那是跟做了火箭一样 索索的往上窜 人生得意绪近欢呢啊 这个人在顺境的时候 往往就很容易飘嘛 是不是 古往今来盖莫能外 那司马懿飘没飘呢 哎 各位 还是那两个字 奸花 就说公元225年吧 曹丕再次提拔司马懿 为府军大将军 加几十中 陆尚书市 这个时候司马懿就说了 哎 我何德何能 能够担任这么高的官职啊 哎 极力的辞让 曹丕一看 这司马懿同学 很不错呀 啊 这德意双心啊 德才兼备啊 有能力还谦虚 你看 心态位置摆得特别好 于是对司马懿越发的信任 而这种信任正是司马懿想要得到的 否则 曹魏皇初七年 也就是公元226年 曹丕驾崩之前 也就不会将司马懿和中军大将军曹真 镇军大将军陈群 征东大将军曹修一道 任命为他儿子 为名帝曹瑞的辅政大臣了 那么成为了四大辅臣之一 司马懿是不是就感觉已经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呢 当然还没有 你想的太简单了 要知道三国时期 当时仍然是混战的局面 一个臣子在朝堂之上有没有分量 关键还是得看有没有军权 手上有没有兵 而此前司马懿干的一直是文职啊 他还从来没有自己领过兵 可是谁都没想到 很快司马懿领兵的机会来了 公元226年8月 吴主孙权看准曹魏国丧 命左将军诸葛锦兵分两路进攻襄阳 那么他自己呢 孙权自己亲率大军围攻江夏军 苏西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此前孙权曾经多次和曹操曹丕交过手 丝毫没有落过下风啊 这一次面对魏国新军 他更是自信满满 两路大军直逼魏国而来 那魏国怎么办呢 危机时刻 魏明帝曹瑞命司马懿领军抗敌 说实话对于司马懿这次领军出征 魏国朝堂之上 大多数人那是不够放心的 为什么呢 刚才说了 此前司马懿他没打过仗啊 一直是文职啊 这是头一回 面对的还是东吴两路的大军 这能让人放心吗 然而谁都没想到 结果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面对东吴两路大军 司马懿不慌不忙 他先是一路偏失牵制住孙权 在集中优势兵力对诸葛锦的军队展开了围歼 最后是火速回尸 何为孙权 两场仗打下来 吴军死伤数千是仓皇而逃 司马懿大胜回朝 为此司马懿不仅受到了魏明帝的青睐 而且还因战功升迁 票计大将军 注意了 升任票计大将军 这才是司马懿人生巅峰的真正开始 然而司马懿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刚刚开始步入人生的巅峰之路 却很快又跌入低谷 怎么回事呢 原来作为四大府城之一的中军大将军曹真 看司马懿受到皇帝重用很不服气 于是向魏明帝禁言说 先王曹操很早就发现此人有狼固之相 非久居臣下之人 千万不可唯以重拳 不如让他去驻守外帝 女官其笑 对于叔叔的禁言 但曹蕊当然要死 那很快司马懿便被派驻守婉城 外加负责主持边境地区的军政事务 那名人一看都知道了 司马懿这是变相被贬了呀 而对于这样的调刃 司马懿是什么态度呢 他没有二话 欣然领命而亡 为什么呢 历经三代卫主啊 他当然知道 朝堂的险恶 稍有不慎就会生死足灭 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人 那么跌入低谷的司马懿 又如何重回巅峰呢 下一节说 面对一座空城 他却放过了诸葛亮 这背后暗藏了司马懿 怎样的内心秘密 面对敌人送来的女装 他用怎样的计谋 平息降势的怒火 而面对政敌的威逼 他又如何隐藏自己 从而赢得一招至胜的仙心呢 近年安静正在为您解决 前面说到刚刚升任票计大将军不久 因为曹真的禁言 司马懿被派驻晚城 被挤出了权力的中心 但是曹真没想到 司马懿很快就抓住机会 一下子扭转了局面 怎么回事呢 公元228年 蜀国出兵乏位 于是为明帝命司马懿都办荆州和豫州的军事 当时他发现 荆州新城郡的太守孟达有点反常 有些朋友知道 孟达本来就是蜀国的降将 曹皮在位时呢 待他优厚 他表面呢 也还可以 可是曹皮死后呢 孟达失宠 怪话怨言就明显增多 司马懿就警觉了 蜀国正在攻卫 如果这个时候孟达叛变 那洛阳岌岌岌可危啊 那么事实怎么样呢 事实上这个时候 诸葛亮真的就给孟达写信了 要他叛位归属 可是诸葛亮也深知孟达这个人是反复无常啊 为了促使他尽快的叛位 于是诸葛亮故意把这个事情透露给了卫军 那这就是高手的较量 那么接到消息的司马懿是怎么处理的呢 司马懿不慌不忙 立即给孟达写了一封信 说诸葛亮写信 劝你投降蜀国的事 我们知道了 那不过是诸葛亮的离间之计 所以你不必惊慌 魏国始终是信任你的 看事实上 司马懿暗中调兵 亲自向新城进发 而您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吗 当时大雪封路啊 孟达预计司马懿即便要来的话 也得二十多天 可是司马懿日夜兼城啊 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抵达了新城 一举拿下孟达 解了新城之血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魏明帝加重了对司马懿的信任 不久 司马懿正是担起了抵御蜀军的重任 成为魏国雍良兵团的新主帅 由此也就展开了三国时期 最为顶尖的两大军事高手 司马和诸葛之间的对垒 两个人都是负姓啊 关于这个魏蜀两军对战的具体战事 咱们这不细说说一天都说不完 咱们重点说两件事情 第一空城记 在历史上空城记的故事 一直是把司马懿当成笑话的对象 而代代相传的 诸葛亮坐在城头焚香府秦 城下城门洞开 而司马懿率领几万卫军 有的说十几万的 却不敢这个贸然进入 好一会儿司马懿突然大叫一声 忧埋伏 然后就慌不择路的跑了 这个是三国演义的故事 但是有学者研究三国演义 说这个一定不是司马懿的真实的意图 或者说表象是这样的 其实司马懿大智藏奸 只有说到司马懿的奸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学者认为以司马懿的军事才能 他其实知道诸葛亮所处的是一座空城 可是他不进攻 而借有埋伏为借口 不惜自己自辱而迅速逃离 其实是为了自保 你想当时魏国还有谁可以对抗诸葛亮 只有他司马懿能够与诸葛亮分庭抗礼 只要诸葛亮还活着 魏国就要好好的重用他 如果说你一下子把诸葛亮给灭了 或者杀了 司马懿没价值了 从此之后魏国朝堂之上肯定没他的位子了 所以他必须这个时候放诸葛亮一马 听说过养寇自重吗 听说过这个兔丝狗烹吗 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懿明白了大智藏奸 这是专家分析三国演义 再说第二件事情 曹魏青龙二年 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血骨第五次北伐 司马懿判断 诸葛亮这是想速战速决 所以他大胆的放弃喂水防御 在北渊要塞提前完成了助手 之后任凭蜀军如何挑衅骂朕 司马懿始终坚守不出 后来我们都知道 为了激怒司马懿 诸葛亮特意还派人送去一套艳丽的女装 在古代按说这是对男人极大的侮辱啊 果然当时的曹魏将士都怒了 纷纷要求与蜀军决议死战 可没想到司马懿这个时候又开始忍了 或者说又开始耍奸了 是一个意思 他立即召集重将开会 假装很愤怒 答应部下的出战请求 但是他又提出啊 出战之前应该得到皇帝的批准 于是当众写了一份请战书送往洛阳 你说这么吓扯吗 两军对阵 应个战还要请示千里之外的皇帝 这仗还怎么打呀 没听过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 军命都可以不受 何况打仗还要请示吗 是不是 但问题是 魏明帝曹瑞是明白司马懿的想法的 明确批复不准出兵 就这样 诸葛亮的速战意图也化为了泡影 当然这件事情不能说司马懿意见 这是睿智与隐忍 可是有人认为啊 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 那却是司马懿兼雄的最好证据 那么哪件事情呢 话说公元239年 魏明帝驾崩 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 本来啊 根据魏明帝的遗诏 司马懿与曹真的儿子曹爽 供职朝政 可是不久之后 那曹爽架空了司马懿 自己独掌大权 司马懿虽然不满 但是只能忍受 为什么呢 因为以曹爽当时的权势呢 只要借助皇帝的一纸诏书啊 就可以杀掉司马懿 那司马懿怎么办呢 为了让曹爽放心 司马懿竟然假装中风 长期卧装不起 更别说上朝了 而且他装的那个像啊 曹爽请次派人去查探真伪 愣是没看出来 哎 有没有感觉很 这个耳熟的样子 当年啊 明成祖朱棣 在登基之前 也是这么干的啊 装病装疯嘛 可实际上怎么样呢 司马懿在暗中布置 让他的长子司马师 秘密培养三千死士 准备消灭曹爽集团 注意啊 按照曹魏国家的法度呢 饲养死士 私藏兵甲 那是谋反的大罪啊 但是司马懿就是这么干了 怎么的吧 最关键的是 曹爽还真就中了他的圈套了 曹魏加平元年正月 曹爽带着少帝曹芳离开洛阳 去魏明帝的高平陵祭祀 当时曹氏兄弟全都去了啊 因为想着司马懿 行将旧墓的那个样子啊 难道会想到他是装的呢 没想到他们一走 司马懿就活过来了 满血复活 先是上奏太后 请求废除曹爽兄弟 接着密令长子司马师 率死士控制京城 那么曹爽得到消息之后 什么反应呢 这就要说曹爽啊 玩计谋 哪里比得过司马懿啊 当他举气不定 是不是该反攻洛阳的时候 司马懿派人传来一句话 让他当场就失去了斗志 司马懿派人传来什么话呀 只要送还皇帝 真心服罪 便可保其性命 同时以落水为室 称只要交出权力 便可保其爵位富贵 听到这个话 曹爽立马选择投降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曹爽被擒 司马懿立刻就食言 违背诺言 以谋反罪 诛杀了曹爽及其党羽 并依其赞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高平陵之变之后 司马懿父子开始全面掌控朝局 也为后来他的孙子司马岩 取代魏王建立晋朝 铺平了道路 这些就是司马懿的人生经历 和主要故事 那么司马懿到底算不算 三国时期的第一尖雄呢 其实透过历史 您可以发现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很多事情 是在多种因素 在催逼之下产生的 他可能有私心 也可能是为了自保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在执政期间 司马懿体恤民情 清摇伯父 兴修水利 奖励屯田 不失为未尽时期 一代财食卓著的大政治家 这个没错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评论下方二位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现场现场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